今天會教大家做兩種 一種是蘆薈的 蘆薈提取的 還有一種是葡萄籽萃取的 所以這兩種我會放在 這個會用在滋潤型的 蘆薈會用在清爽型的 所以會做兩款 一個清爽型一個滋潤型 兩個乳霜 電動的我開到最慢 按左 先讓它均勻 像奶油蛋糕 來看一下 欸真的欸 沙拉那是豆黃醬 畫面現場是信義區公所 開辦的新移民相分課程 學員有來自印尼、緬甸、中國、馬來西亞、 日本及越南 老師按步驟教大家如何手做 天然的玫瑰抗明乳霜 上一堂課是製作手工皂 參加的學員都說很喜歡這門課程 那很高興政府給我們這個課程 讓我們新住民可以慢慢 就是融入這個社會 然後更好的也知道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把天然的東西帶回家 那今天我們 我來這邊上課一共有四堂課 那上一堂課我們叫手工皂 那今天是第二堂課 第二堂課是教 那個如何製作面霜 那我有教兩個 一個是滋潤的 一個清爽的 那所有的面霜也都是用油下去打的 然後天然的那個 材料下去提煉去做的 然後第三堂課呢 我們要做精油蠟燭 是可以擦全身 讓全身香香 又可以擦又可以聞 也是不錯 那第四堂課我們會教 口紅護唇膏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生活上必須的 然後這個課程也覺得很好 就很興奮的過來報名 來參加了 上次是做那個香氛的精油肥皂 對 然後我做的是一隻很可愛的小豬 回去之後 那個孩子們都覺得OK 好可愛喔 捨不得用 就放在那個地方先 讓它慢慢的散發香氣 而且也是天然的 是不是很不錯 對 我常常參加去工手的課程 基本上每一年只要有下午的課程 我都會參加 然後就特別就是 特別喜歡跟那種姐妹們一起 一起運動啊 或者是做這些東西的那種感覺 非常好 然後覺得老師剛剛跟我說 他希望教大家都是天然的東西 那你會覺得這樣子這種 做一些天然的東西 其實這種觀念很好 非常好 哈哈 上一堂課老師叫我們做我的手工照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它做好之後 做小豬造型 回去送給我的小朋友 我女兒非常的愛 我們這一次開辦的這個新移民的課程呢 除了這個 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朋友之外呢 還有越南緬甸馬來西亞的新移民朋友 一起來參加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並沒有教授很多的學生 大概是20位 那大家對於這樣的課程呢 其實都非常的踴躍 那我們希望呢 大家在這個課程上面呢 能夠學到很好的這個知識 尤其手工照 很多這個天然的這個 用品的部分呢 希望大家能夠有所了解 那在平常生活上面呢 就可以多大的運用 指導老師說 自己當初也是因為參加新移民課程 而投入了相分的世界 進而讓他有動力再去進修上課 他把握也感謝每個學習的機會 因為我在幾年前也是 因為我是新移民 幾年前我就加入了這個學習課程 那因為我學了過後 我覺得很好 這個課程真的很好 因為政府讓我找到我的興趣 然後我又去大學去進修了一下 所以我也去考了個證照 所以我現在也能有十字的證照來教大家 那我就把自己學的經驗也好 自己在家就是研究的 讓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發揮 那我也是希望政府能更好的發揚 我們這個特能 真的很棒的課程 大家會不會也覺得說 透過老師的教導 可以再傳遞給更多的新住民朋友 然後讓他們也是將來或許可以 透過這個興趣去開工作室 可以 對可以創業小小的工作室啊 擺個攤啊什麼 那也可以呢就是跟我一樣 因為我喜歡研究 我每天晚上都會研究到半夜 那我就覺得 我可以研究這個那個這個那個 我就知道 原來外面買的東西 有的東西是這麼的 不如我們自己手做的 像興義區公所之前有開辦那個畫畫課 我們就覺得 哇好棒好棒喔 然後就是我們所畫的話 老師也會帶著我們去展出有沒有 就非常好 那像興義區公所還有開辦那個英語課程 我們也交到很多的朋友 然後還有一些親子的課程也非常的棒 我們這個興義民的課程部分呢 除了這次的商分班之外呢 我們另外也有開這個 心理健康的這個課程 那另外呢也會再開美甲班等等 那希望各式各樣的課程呢 能夠吸引更多的興義民朋友們 我們一起來學習 興義區公所也歡迎興義民朋友 多參加各項課程 透過多元的學習 豐富在台灣的生活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還有 全文藝通過 講 橫谷 探訪